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拥有约34,788家工业生产单位 集中企业1854家 个体32,934户 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省产品总结构的比重为28.94% 工业发展为劳动者撞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工业总业人数不断增加 因为工业劳动力在2010年只有143,519人 2015年增加到163,149人 2022年约20.5万人 其中企业区块13.2万人 占64.4% 个体区块7.3万人 占35.6% 近年来 南丁省着力提升劳共专业知识水平 及其推进有重点和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相关的投资 南丁省计划发展具有全省简历和优势的产业和领域 同时针对美国 欧盟 日本 台湾 中国 韩国 新加坡的大型投资者 和Vingroup Sungroup等国内大型企业 该省还注重现场照商引资 在项目十四过程中积极支持投资者 鼓励企业在投资 获产 据省预算 规划期内 全省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非常大 尤其是需要扩大工业区面积 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3500公顷 截至目前 南丁省已规划了8个工业区 总面积达2003公顷 其中有5个工业区 包括 核设工业区 美中工业区 宝明工业区 黎明工业区和美顺工业区 已经合正在建设中 总面积达1305公顷 该省继续呼吁投资者在多个工业区建设基础设施 以确保投资者投资项目的土地资金需求 如198公顷的宏进工业区 在工业区方面 南丁省有56个工业区已经合正在建设基础设施中 总规划用地面积为1588公顷 目前正在实施一些工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江水县圣森林工业区 伊安县安阳安宁工业区 美陆县美圣美兴工业区 武本县清库工业区 最近在南丁省有两个工业区特别受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 那就是宝明工业区和美顺工业区 在介绍来的影片中 文洛省林地将为各位介绍 这两个工业区的详细信息 有兴趣或想了解更多的投资者 请通过Hotline 088-808-9696 与我们联络 或者可以上我们公司正式的网站 文洛省林地.com查看更多信息 也别忘了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平台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